監視器拍下兇嫌投訴飯店前的最後身影 當時她戴著帽子 口罩和友人 輕鬆聊天走進飯店 再次出現在鏡頭前 已經是因為自知逃不了了 躲在房間 廁所 朝著自己右後腦開槍 子彈從左前而貫穿 傷重不治 她們是要抓人 她是說那有危險性叫我們不要跟拿 那儘管就這樣躲到那邊去了 原來她就是在袁小姐當天 在七分鐘內槍殺前女友 還把前女友的舅舅打成重傷 一歲半的兒子甚至全程目睹 犯案後胸嫌帶著刀槍一度逃往台中 而7號晚間9點左右再次回到台南 還疑似先請這名身穿格子衣的友人 幫忙詢問飯店價格再入住 讓警方懷疑胸嫌逃亡期間 可能有同伙接應 她的證件本身就是登記於一個 零性的友人 並不是她 最後是在成大 她的妹婿 妹妹 還有女婿到場的時候才證實她的身份 曹王三天的凶嫌怎麼會被警方逮到 原來警方是在8號清晨接獲線報 有民眾夾帶槍械躲在飯店 沒想到破門攻堅後才知道躲在 201號房中的是殘忍殺害前女友的凶嫌 當時她還躺在床上看電視 看見原警破門還一度持槍指著警方 最後自知難逃躲進廁所自強身亡 但對於這樣不幸的結局 外界質疑派出所警方沒有通知 案發下去的分局來處理 才會造成凶嫌被驚動 進而自強結束生命 面對凶嫌自強 趕到殘儀館的家屬不乏抑鬱 恐怖情人如今跟著前女友 前後離開人世 年幼的兒子瞬間沒了爸爸媽媽 讓家屬悲痛不已 記者賴館長長信 S小組台南報導